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 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 战祸纷繁 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 朝代更迭 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 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 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在中国湖北省博物馆二十多万件的馆藏中 这套曾侯仪编中位列镇馆之宝 当之无愧 曾侯仪编中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青铜乐器 更令人称奇的是 它至今仍然能够演奏乐曲 是一件活的国宝 那么这套重达三吨的大家伙 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1977年9月 中国湖北省隋县附近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因扩建厂房 正在开山诈实平整土地 在用铁锹刨过的红色沙岩处 有人发现 红土中出现了黑黄香杂的褐色泥土 还夹杂着零星的青铜构建 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级机关 经过考古专家的勘察 发现这下面可能会是一座古墓 而且规模很大 经过七个多月的准备 1978年5月11日 紧张的墓葬发掘工作开始了 5月17日 随着重型吊车的风鸣和指挥人员的口令 第一块果板离开了墓穴 然而眼前的景象 却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 大家并没有看到漆代中的文物 只见到处都是淤泥和积水 一些棺木横七竖八地浮在水面上 那么下面还会有文物吗 即便有文物的保存状况也不容乐观 每一个考古人员的心中都很忐忑 大家耐心地把积水一点点抽干 水位缓慢地下降着 这时一个巨大的身影突然出现了 它是一套青铜边钟 除了几件小的边钟 因为积水震动掉落地面 其余全部整齐地挂在木头制成的钟架上 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一般 靠西的一面长7.48米 高2.65米 靠南的一面长3.35米 高2.73米 边钟拱65件分三层排列 其中最上的一层叫纽钟 中间及下层的叫永钟 边钟最轻的一件重2.4公斤 最重的一件重达203.6公斤 这套边钟是迄今为止 中国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边钟 不仅如此 墓葬中有大量随葬品陆续出土 青铜器 漆器 玉器 金器 共集15404件 这些器物来自于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却渐渐造型精美 工艺繁荣 令人惊叹 那么能够享用如此奢华随葬品的人 到底是谁呢 考古人员在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上看到 增侯仪三个字出现频率极高 竟然多达208处 在青铜边钟的45处永钟上 也都刻有增侯仪坐持的名文 在博中上有31次名文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楚慧王56年及公元前433年 楚慧王得知曾侯仪去世了非常伤心 特意制作了这件博中送到曾国 祭奠曾侯仪 种种迹象表明 这座墓葬的主人 就是曾国的国君曾侯仪 奇怪的是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 战国时期并没有这个叫曾国的国家 那么曾国在哪里 曾侯仪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 只有隋国没有曾国 隋国是附庸在楚国下的一个小诸侯国 自西州后 隋这一股地名就流传了下来 也就是原来的隋县 现在的隋州 曾侯仪墓发现的时候 由李学勤和施权先生 他们提出了 曾隋一国 就是一国两民这么一个推测 但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是各种观点都有 2009年我们在隋州文风塔墓地 发现了这个曾侯仪的墨障 从曾侯仪的墨障里面出图来有曾侯仪边中 上面有明文 这个明文其中就记载了乌安夫差 公路楚国打下了这个隐都 楚王跑到哪里呢 就是左传记载 它是跑到了水国 而我们宗上面刚好记载了 它是跑到了曾国 这样两件事真好证明了 李学勤先生和施权先生 他们的推论是成立的 曾隋是一国两民 曾是国名 侯是爵位 乙是墨主人的名字 曾国是战国早期的一个小诸侯国 历史记载不多 然而曾侯仪墨的发现 弥补了这一空白 通过丰富的隋葬品 我们可以大致地推测出一些 曾侯仪的生活细节 曾侯仪死时大约45岁左右 曾国虽然国家不大 但是丰富的车马器 兵器 证明曾国兵力并不弱 曾国应该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国军曾侯仪坐拥巨大财富 在曾侯仪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 青铜兵件是一件罕见的组合器 外面的脚件 里面的脚缝 否和剑之间有很大的空间 夏天在剑和否之间装上冰 做冰镇酒 到了冬天 改装温水 又可以热酒 青铜兵件是一个既可制冷 又可制热的两用冰箱 尊盘是一件成酒器 工艺极为复杂 上面盘踞着八十四条笼 此外还有细腻的盘痴纹 镂空花纹等等 回复神工的透雕布满整件器物 参差错落 玲珑剔透 堪称一绝 银酒之外的艳乐更不能马虎 编钟 编清 鼓 色 琴 声 排销等乐器 共八种一百二十五件 其中 编钟尤其精美 七根彩绘横梁 由六个配件武士型铜柱 和圆柱承托 中架及中构 共二百四十六个构件 可以拆装 设计精巧合理 整件编钟上 共有名文三千七百五十五个字 大兜杜金 内容有编号 记事 标音 及乐律理论等 随着曾侯以编钟的出土 人们在惊喜的同时 也在想 这套位居中国古代 众乐器之首的编钟 会有怎样的乐音呢 可是 面对这么珍贵的文物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他在地里 埋了两千四百多年 万一这一锤子下去 敲碎了怎么办 这责任谁都担不起呀 那么 该如何奏响 这千年的编钟呢 1978年6月的一天 文化部文艺研究院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 电话是国家文物局打来的 他们邀请文化部文艺研究院 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黄祥鹏 李淳一和王湘等六位音乐专家 专程去随线 对出土编钟进行考察 28日 专家们来到现场 经过仔细挑选 选择了其中比较完好的钟进行试敲 在专家王湘轻轻敲击下 屋内顿时响起悠扬的乐音 接着王湘又换位置敲了两下 旁边的专家黄祥鹏突然像孩子似的欢呼雀跃起来 嘴里直嚷着 双音钟 双音钟 黄祥鹏所说的双音钟是指一个钟能发出两个乐音 即编钟的口言正中碎部可以敲出一个乐音 编钟的口言两旁侧鼓部也能敲出一个乐音 考古专家们将全套编钟在当地一个礼堂内重新架设完成 准备尝试用编钟演奏 他们推测 这套编钟至少要有五个人演奏才行 可是用什么东西敲击呢 这又把大家难住了 他们从发掘现场清理出六个T字形木锤 两根长圆木棒 木锤和木棒的顶端还有敲击过的痕迹 T字形木锤出土于钟架旁边 应该是敲击中上层各组中的演奏工具 但下层的大型泳钟用什么工具来演奏呢 钟架内侧斜靠着的两根长圆木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有人认为木棒应该也是敲钟工具 这时又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说道 这么珍贵的文物 用这么大的棒子去撞能经受的柱吗 正当大家都很为难的时候 墓葬中的一件鸳鸯形漆盒给大家解了围 鸳鸯形漆盒上有两幅彩绘 气腹右侧会击骨图 气腹左侧会有撞中图 以两鸟为立柱 立柱分上下两层 上挂两钟 下旋二庆 旁边有一乐师正拿着撞中棒撞击边钟 看到了这个鸳鸯盒 大家才最终确定 这两根长棍子就是撞中的工具 如今 曾侯仪边钟被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 为了保护文物 边钟已经不允许再进行演奏 然而 专家们历时三年纺制的曾侯仪边钟 可以进行演奏 让观众大饱耳福 中国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金钉 是一枚有明文记载的正和时代的文物 它出土于一座明代王墓 也是墓里几千件金银珠宝中的遗件 那么 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 正和时代的金钉 又怎么会被它带入墓中呢 国宝档案讲述梁庄王墓的传奇